焦脆的葱油小饼 常见的做法是用烫面 这个葱油饼不仅用到烫面 还用到了发面 使这个葱油饼焦脆还松软 准备中筋面粉或者是普通面粉200克 对上80摄氏度的温水 搅拌成面絮状 食用盐一小勺 然后对入一克的酵母粉 用手揉搓 然后对入30克的食用油 再揉搓成面团 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发酵一个小时 发酵好后呢 用手在案板上面揉搓成圆团状 用擀面杖再给它擀成长方形的饼皮 撒上食用盐 涂抹均匀 然后撒上切好的葱花 也涂抹均匀 三折以下 给它擀成长方形 放一旁醒面20分钟 醒好后呢 在饼皮上面撒上食用油 涂抹均匀 再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薄薄的饼皮 卷成长条状 用刀呢 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然后三个小段重叠在一起 按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成小饼 都擀好后呢 用祖传的平底锅 大火烧热 倒上多一点的食用油 把小饼放入锅内煎烤 一定记得勤翻面啊 这样饼就会煎烤的焦黄酥脆 盛入盘子内 快看 这外面焦黄酥脆 里面松软 看着就好吃 赶快做起来吧 感谢您观看豆豆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哦